因為我是拼不可以 我沒關 對 拼不可以 兩名男子吵到警察都來了 卻還爭論不休 拿著手機錄影的是 阿羅哈董座前夫 關純良 董公司有聽我說 好啦 我常常跟你說 我拼不可以 這裡是新北淡水 一處馬場 原來爭吵背後暗藏千萬土地糾紛 阿羅哈千金關正影 同時也是馬場負責人 他指控遭到隔壁民宿業者 或同當地里長恐嚇取材 另外那邊的路口封住 等於說我們兩邊都沒辦法進出 直通那邊是500 然後這邊是300 又是巨石 又是大型車輛 兩邊進出都被堵住 這大塊土地產權複雜 包含業姓里長和經營民宿的 堂鼠等多位親戚持分 不過就在去年10月 關正影母親陳芮玲 買下馬場旁3000坪土地 要停放客運 就開始被處處刁難 還遭到十多名惡煞威脅 那就有問他說那你到底要怎麼樣 才可以讓我們過 就是在我們路口部分 他就開500萬 希望付了500萬的通行費 所以會讓我們過 他也是有就是請吃幾個人 然後想要來這邊毆打 那這些我們都有報警 里長和葉慶堂叔等四人 被依涉嫌恐嚇取財 具體盜案 里長四萬交保 陳惠玲老闆娘說 要向我們買這個路權 我哥哥有跟他講說300萬 我會覺得莫名其妙啊 我們家自領私人土地 不讓人家過 這樣我也有事 私人土地沒解決 還衍生出更多問題 現在雙方各說各話 未來恐怕還是得走上訴訟意圖 三學夾名成就有謝寶董 騎著馬匹在訓練場上奔馳 身體隨著馬而踏步 上下擺動帥氣又專業 要跟他那麼近 真的不是就是 短時間可以配合 他是馬場執行長關建穎 也是阿羅哈客運董事長的 掌上明珠 被寄予厚望接班 但他卻放棄家業 我 我是為愛放棄家業啊 只要我想到的時候 我就會說 我想要就是養馬 我是從養馬開始 然後就是慢慢一步一步的鋪陳 關正穎從小在美國念書 回臺後擔任阿羅哈總經理五年 但在他23歲那年遇上真命天子 每匹馬的個性其實都不一樣 有的很親人 有的很害怕的 大他八歲的馬術教練林建平 是多項馬術比賽的常勝軍 曾替名人藝人管理訓練馬匹 兩人起初交往不被認同 但最後攜手熬過了風風雨雨 馬場當嫁妝努力衝刺新事業 就連藝人拍節目也會找上他 兩人闖出一片天圓了仁軒的夢 只是他的家業 因為大環境轉變成立二十三年的阿羅哈 在二零二二年全面停駛 後來另起爐灶轉型成遊覽車公司 提供包車業務 但對比過往盛況 昔日年時收資本額兩億五千萬的客運龍頭阿羅哈 由慎轉摔不慎唏 三天新聞 何孟哲 林育鈞 新北方報道